我们经常说 被爱是幸福 爱人是痛苦 但有的时候反过来也可以成立 有的时候被爱也是痛苦 尤其是被两个长得一样的人爱的时候 那更是痛苦 但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看到的 是男生的不确定和犹豫 以及这姐妹俩彼此之间的混淆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是人或者是情感 都一定是唯一的 你爱一个人一定是唯一的 不管他长得像不像 我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 经常一样出去 也就没有考虑过这方面 知道就是节目初打了电话 我也就是非常的感觉 今天你是第一次考虑这事 就是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才知道两个姐妹 在我们打电话给你之前 你都没想过要跟他们谈恋爱是吗 因为我们关系非常好 那你想怎样 今天这个问题搁在这 你是今天暂时不做选择 因为你无法做出选择 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事 还是今天你完完全全 可以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在双胞胎姐妹的父亲安排相亲之后 启明和梁姐妹成为了好朋友 但在启明心里并未将爱情定格 面对梁姐妹的告白 启明能否确定心中所爱 三个人的纠结 最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其实一对双胞胎和一个男生之间的 这样错综复杂的感情 恰恰反映出了人类 对于恋爱的审美 到底是注重于相貌 还是注重于她的内心 非常真实的反应 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把 你到底要跟什么样的一个女孩 在一起想明白 所以今天你可能喜欢姐姐多一点 明天喜欢妹妹多一点 也许你再过两个月又会喜欢姐姐 所以在没有非常清楚自己 明确自己到底喜欢她们什么之前 先把这个想清楚 再去做确定 再去做判断 我想要的感情是那种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种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 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跟妹妹之间 以结婚没目的地来一场恋爱行为 来一场交往 可以 我想问一下姐妹俩 可以吗 是否愿意 既然启明都这样讲了的话 我想我应该很清楚了吧 我相信她 就知道我会成选我的 那么我想对两位女孩说上几句 爱情绝对不可以让 哪怕是再亲的姐妹 因为一让 两个人都会痛 即便是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男生 和妹妹在一起 我不要求失败的那方 对成功的那方说出祝福和感谢 因为爱情本来就是很自私的 但是基于血缘和亲情 不要再去干扰她 好吧 那么 姐姐 祝福你 可以先离场 你可以最后给姐姐一个拥抱 最后给姐姐一个拥抱 我可以拒绝吗 你可以拒绝 那行 三个人的措施折磨 一切不属于我 哪怕只听你说 每一次离开的时候 有一个人